在历史上曹操究竟杀没杀吕伯蛇 说没说过那句著名的话 宁叫我负天下人 休叫天下人负我呢 让我们走进这桩历史全案 看看案发现场究竟是什么情况 三国元一讲这段啊 讲的是活龙活现啊 说曹操当时啊 是刺杀董卓未遂 然后呢连夜仓皇倒跑 结果跑到中谋县的时候啊 被当地的县令给逮着了 没想到呢 县令听说他这种应用的行为啊 非常感动 轻巧给曹操松网 服在上座 而且自己还败下去 说共振天下忠义之士 这就是为民除害 匡扶天下大义凛然的人物啊 您看这段话给曹操拔的有多高啊 但是这还不算 接下来陈公又表态了 说我宁可不做这个官 我追随你一同前往 这样一来呢 又成一段佳话 如果没有吕伯社这件事 那曹操的形象就无比的高大呀 接下来呢 就轮到吕伯社这个人物登场了 登场之前呢 曹操跟陈公介绍 说吕伯社不是旁人 是我父亲的结义兄弟 诸位您听好了 是结义的兄弟 三国的主题倡导的什么呀 忠义人 一个天下的忠义之士 碰到了父亲的结义兄弟 你看看 这会是什么下场呢 结果吕伯社非常热情的款待他们 没想到呢 曹操误杀了家里这几口人 杀完之后 一不做二不休 又把亲手招待他们 一泊云天的吕伯社给杀掉了 这样一来呢 曹操塑造的人设就完全崩塌了 这个忠义之士形象 也没有那么高大了嘛 陈公呢 就开始质问曹操 知耳故沙 大不一野 非常的愤怒啊 结果曹操在对答当中 就说出那句著名的话 宁叫我父天下人 修叫天下人父我 陈公听了之后 什么表现呢 书上讲 陈公默然 这个写法真是太高明了 此时无声胜有声 尽在不言中 这就是小说塑造的高明之处啊 但是历史的真相是这样吗 首先啊 我们明确的讲 三国志当中 没提到过吕伯社 也没说曹操杀人这件事情 那这个案件就变成无头案件了吗 魏叔的记载 让这个案件突然出现了反转 魏叔当中怎么记载呢 说太祖从树旗过城搞吕伯社家 结果到了吕伯社家里啊 吕伯社没在家 谁在家呢 他的儿子还有一帮宾客 这个宾客不一定是家里请来的客人 应该是家里这些家庭 他们一眼发现 又曹操这马不错呀 然后呢 这些人就一拥而上 要抢曹操的马匹和财物 曹操呢 是被迫自卫 把这些人呢 都给杀掉了 但这件事 您听着可信吗 咱们还一下场景啊 曹操到吕伯社的家中 到了庄园一看 说吕伯社不在 当时他们什么情形啊 肯定是领着侍卫呀 如果动手杀人 一定是腰间别着武器呀 在这种情况下 兵强瓦壮 人也不少 家定就敢重拾来 抢劫他们财物 就要把曹操给杀掉 这事可行吗 不合适 如果真要打劫 起码也是个智取吧 把你们几个人迎进来 好酒好肉好招待 把你们灌醉了 半夜之间 咱们再动手 这样概率也比较高啊 如果庄上确实人数占优 是个黑店 哪能让曹操把这些兜杀尽呢 这种情况显然是非常不合理的 王沈这个人最早是跟着曹爽混的 曹爽呢 是曹操的干孙子 而且当时皇帝曹毛 对王沈也不错 曹毛就跟他讲啊 他说我特别不满意司马昭 说司马昭这个人欺人太甚了 我得要对司马昭动手了 王沈听了这个消息啊 一溜小跑跑到司马昭这 去告密去了 结果曹毛呢 被司马昭给杀掉了 王沈呢 却因此得到了富贵 您想想 就这样一个人写的历史 他能有多真实啊 你自己品格不行 写历史呢 他也不能太正 卫书成书的时间呢 其实比三国志还早 结果呢 大家普遍认为 他写历史啊 取笔太多 远不如陈寿写的真实 王沈的卫书不可信 三国志又没有记载 那这个案件就变成悬案了吗 也不然 裴松之给三国志做著的时候 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证据 这个证据来自一本书 叫未尽事语 讲曹操到了吕伯舍家 但是啊 案犯被杀的男主角 吕伯舍本人并没有在场 他的五个儿子呢 对曹操是好吃好喝好招待 因为曹操呢 属于被朝廷追踪的人员 心里有怀疑 结果呢 就杀了这个一家八口 其中证词的关键叫 一旗突击 担心他对我有不利 所以守舰夜杀八人而去 这里面也提供两个新证据 首先杀人的武器是用宝剑 但是你一个人拿着宝剑 杀人家八个人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结果呢 提供一个条件 是夜杀 很有可能是半夜悄悄起来 是给人一人一刀 但是您有杀人的事件 连夜跑就得了嘛 平白无故的背了八条命案 何必呢 这件事情啊 从情理当中分析 也存在不少疑点 另外记载这个事情的人 郭斑 他本人也并不是那么可信 裴松之呢 虽然引用他这段话 但是啊 对郭斑的评价也并不高 说他这个人呢 最为卑劣 写什么东西啊 就为了博眼球 就像现在有些自媒体似的 为了博眼球 三观不正 这显然是害人害己啊 这种东西流传的越广 对大家越不好 所以啊 裴松之也不认可他这个解释 这几个证据出来之后啊 都不足以采信于人 那还有没有更新的证据呢 还有 在孙盛的一同杂语当中呢 也记载了吕博社这件事情 这个描述就更加具象了 说曹操呢 听着当时家里人的石器声 叮叮当当的 哎呦 就心里非常的紧张 以为突几 觉得他们是对我不利呀 遂夜杀之 也是半夜杀的 杀完人之后呢 还有一个感叹 继而欺创阅 你看看 这表情就很到位呀 四十五足脚 邪是天空都明月呀 宁我负人 误人负我 说完这句话呢 是大踏步而行啊 这个描述啊 就有点不像史书 像小说的笔法了 但这本书还是一本笔记体的小说 裴松之呢 也不相信这个论断 你描述跟电影画面似的 又说羊脸朝天 说非常感叹 又加了几句话 你是写剧本呢 还是写史书呢 写历史书有这么写的吗 这给后代做了什么坏榜样 这个案件说到这的时候 所有的证据都摆到这了 但是没有一个证据是确凿的 到底有没有吕博社这个人 他到底被没被杀 他被杀了 还是家里人被杀了 被杀几口人 我们都不得而知 其实这个案件的关键不在于本身 而在于你对曹操这个人是如何认识的 他是不是一个下手特别狠 并且比较多疑 而且有点小心眼的人 如果你作为陪审团的成员 相信曹操具备这样的品质 那么描述这些案情当中 你就有可能投票 说曹操确实杀人了 如果你不认同曹操这样的人 你完全可以投反对票 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 在《试说心语》当中 记载了曹操这样一件事情 他在太学进行学习的时候 有个好学生叫做宗世林 大家都非常仰慕他 学习好嘛 曹操什么人物啊 喜欢飞鹰走狗 这点跟刘备有点相像啊 但是呢 他从小就喜欢恶作剧 关于他这方面的故事啊 之前我们做了不少介绍 但是曹操呢 不喜欢读这些五经之类的东西 所以呢 他学习啊 也并不是很突出 但是呢 他也愿意结交宗世林这样的朋友 结果宗世林呢 对他就非常冷漠 瞧不起他 觉得他是宦官的家属 做一个有学问的人 我当然要跟你们家保持距离了 我们是清流嘛 有一天呢 趁着开party的时候啊 宗世林转身去洗手间 曹操呢 就跟上去了 想跟人握手啊 你看你看 我就是你不待见的曹操 结果人家呢 压根没礼曹操 拂袖而去 等到多年以后啊 曹操已经发达了 这个时候呢 专门派人把宗世林找来 跟宗世林讲 现在我们能交个朋友吗 结果宗世林说了一句 松柏知智有存 我依然呢 保持知识分子的本性 我跟你不能同流合污 咱们也不一样 这件事情来自事说心语 我们经常讲 事说心语的特点是 可读性很强 可靠性很差 我个人理解 显然是知识分子往脸上贴金 如果真有这样事情发生 曹操给你那个机会吗 但是另一件事情 是非常确凿的 曹操呢 在举了校园之后啊 要被分配工作了 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呢 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洛阳令 一个是洛阳北部位 这个洛阳令呢 相当于现在的县长 而洛阳北部位呢 相当于县公安局的局长 但洛阳是什么地方啊 那是国家的首都所在地啊 虽然同样是县长 他比全国县长高一截 其他地区的县长 是六百弹的封路 他是一千弹的封路 更重要的是 你在这儿当县长 能够被这些王公贵族看到 被皇上看到的几率 那就大得多 所以呢 很多人打破脑袋 都要正这个位置 曹操的父亲 位列三公九卿 掌握实权 很多人多少卖他个面子嘛 所以啊 一般来说呢 多数人会封他当洛阳令 但是啊 没想到 他的直属领导 是我们的老熟人 也就是司马仪的爹 司马房 他当时呢 是河南省的省长 正管着这个地方 他看了一下曹操的履历啊 你毕竟跟宦官勾缠不清 这个事啊 我不能轻易让你当这个洛阳令 怎么办呢 你又不能得罪人家老曹去 就封你当洛阳北部位吧 洛阳北部位 奉路也不低了 起步的奉路呢 也有四百弹 年纪轻轻 二十出头 这也就算可以了吧 但是曹操本人呢 还是心有不甘 我当洛阳令 我能干更大的事情吗 等到后来成了魏王之后 司马家族的人都成了他的手下了 他专门把司马房请过来啊 司马老先生 我跟你聊聊当年的往事啊 现在呢 我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 如果回到过去 你了解我今天的成就 你认为我能当洛阳令呢 还是当洛阳北部位呢 这个事问的司马房就很尴尬了 你说是也不好 说不是也不好 因为你直接讲啊 说是我不对 显得你很没有水平 如果说我做的没毛病 又伤了他们魏王之间的感情 但是司马房啊 毕竟是官场的老手了 说了一句啊 以您当身的能力啊 确实适合洛阳北部位 这个话就挺高明啊 第一点呢 我是秉公执法 是纯粹按你的能力 安排的工作 第二点呢 你想想 安排你当洛阳北部位 你今天你是魏王 说明什么 说明你进步非常大了 是个好同学 这句话说完之后 双方是开怀大笑啊 你看这件事情啊 司马房处理的很好 不过呢 我们也能从中看到 曹操这个人呢 其实是挺小心眼的 如果出现吕博社这个事情 他产生疑心 是完全有可能的 另外一个关键 曹操这个人下手 究竟狠不狠呢 我们再看一个例证 曹操当了洛阳北部位之后 他也下决心干了一番事业呀 首先把县公安局 重新装修一番 弄得窗明寂静的 一看也不错 另外呢 让人挂上五色打棒 在各个门口都挂上啊 谁要不听话 我只认条例 不认人 兵公执法 曹操不仅是这么说 而且还真是这么做的 轮到他值班的时候 经常晚上自己亲自带人 去夜巡 你想想 这有多敬业呀 有天晚上啊 曹操又领着一帮人呢 开始进行夜巡了 正在巡查当中呢 就发现黑暗当中走了一群人 曹操马上就派人过去了 说问问什么情况啊 现在正是执行宵禁的情况下 中国古代在宋朝之前 都执行宵禁 哪怕你是圣堂 到点了 访门一关 你也出不来 毕竟晚上没有灯火 容易出现案件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结果上前一问的 对方拿不出任何证明 而且点名说 你让领头的人过来见我 曹操一听就愣了 你谁呀 你凭什么让我去见你呀 结果对方说了 我是简硕的叔叔 你能把我怎样 这个简硕是何许人也呀 这是当朝最炙手可热的 有实权的大宦官呢 这种情况下 他叔叔来了 谁不给几分面子 但是万没想到 碰着的是曹操啊 曹操说 等的就是你这样的人 来提升我的名声啊 所以叫左右给我打 只要打不死 就往死里打 一顿棍棒下去 简硕的叔叔就一命无呼了 这件事打完之后啊 很多人都替曹操担心啊 简硕能放了你吗 结果没想到 简硕这边真没有什么动作 这样一来呀 曹操威望就上来了 他所管辖的地区呀 别说这些小混混 这些达官显贵 到这也都得规规矩矩的 我们再牛 跟简硕的叔叔比 还是差一截吧 由此可见 曹操这个人办事 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 该出手是他必出手啊 如果曹操因为某种疑心 想要杀人的时候 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当然本着是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生的原则 我们明确宣布 曹操杀人案并不成立 我们希望简方提供更多的证据 让我们来看到当时历史的更多真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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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